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恭喜宿主 第一次解锁灵兽好感度 积分额外加二百 灵兽居然也可以 做个人吧 系统 既然如此 那我就叫你 踏风可以吗 哦 好听 我以后一定能踏风而行的 那 踏风 你为什么会被精森血蟒追杀呢 这边一直都只有我 谁知道你条臭蛇今天是从哪儿跑来的 一见到我就说想吞了我来化胶 那条金森血蟒虽近接高 但是血脈却过于低廉 上下有限 若能吞了麒麟 莫说化胶 便是化龙也不是没有可能 所以你是打不过被血蟒追到这边的 可恶 若是我在长大点 岂能被这臭蛇欺负 那你为什么会选上麟帆呢 本姑娘的音子不帅气吗 我在主人身上闻到了火的味道 麒麟火本就是世间之宝 压得住任何火种 定了契约 主人的一火就会变成麒麟火了 主人的境界又到了大能 打一只臭蛇肯定收到情来 这个年纪就能有这种修为 身上闲缘气味又能耗 当然要这么优秀的人 才能配得上做本麒麟的主人了 原来是这样 感谢赤魔中的馈赠 剑舱月 剑铁星掌门的事 我和灵天掌门都听说了 我们都为此感到非常遗憾 计划失败 万剑门前后两掌门都死了 天门的人也已经进入灵境了 不知道这女人要请我们上门干什么 是啊 实不相瞒 虽然不像万剑门这般损失如此惨重 但我领先门也陨落了五名之士上了 这天门简直欺人太甚 剑舱月一死 这女人立马就上位了 不简单呢 这先门九宗里 只有两位掌门是明白人啊 否则我万剑门 实在有苦难道 他天门独占六座灵境与太虚密境 同时先门自当守望相助 我们不过让他与大家共享一番 赵燕燃拒绝我们也就罢了 谁知我万剑门已得抱怨好心请他天门弟子上门做客 却又惨遭烦咬 我派两位掌门死得惨烈啊 为了贿赂其他仙门对此事闭口 他这时又舍得共享临近了 如此恶毒的心机手段 简直令人发指 这女人不简单啊 三言两语颠倒黑白的本事 可比剑藏越远化多了 天门兴掌门所言正是 天门如此行事 哪里是我们仙门作风 可恨那御仙门 青云门 竟被眼前的迎头小力诱惑 与天门狼狈为奸 这是赵燕燃实力在哪儿 我当纵有心肃清正道 但实在力不能抵 莫非掌门有何妙计 他赵燕燃无敌 难道玉如瑶见青云也无敌吗 掌门的意思是 如今这两派都止于老祖在外 我们何不趁机联合其他仙门一同施压 让他们拿出点好东西 来弥补弥补咱们的损失 也好叫人知道 我等也不是任人宰割的 这想法好是好 只是那制仙门 阴阳门分别有江帝爵和周宇 此次仙谋大笔也各获得两座灵精 如今剑天门并不独吞 与他们拉开差距 怕是乐见其成啊 至于那道仙门 想来必是不愿扯入纷争中 哪里是那么好情的 我们三派实在孤立无援呢 这正是此次 我邀二位掌门来做客的原因 道仙门老祖 与我派建臣老祖有救 老祖已经亲自上门去请了 至于制仙门阴阳门 倒还请两位回去再想想法子 只是 难道二位掌门 甘愿竹篮搭水一场空吗 既然我等已经被赵燕燃记恨了 谁知下一个遭此惨祸的门派又是谁呢 大师兄 大师兄 这是什么情况 系统检测档 游戏程序遭受到恶意代码的破坏 部分功能现已受准 玩家现在将作为游戏大部分 帮助游戏大部分 开始新的冒险 啊 这都是些什么呀 退出 我要退出游戏 怎么这么倒霉啊 怎么办 这几个人都遇到无路可逃了 快逃啊 他们来了 快逃啊 快逃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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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逃走 我们逃走 秦宇啊秦宇 当年留你一条命 你在大方苟且偷生不好 非要来自取命 赵殿 李清禾 秦家血肠 今日必将让二人血债血肠 秦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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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可能 他明明已经经骂尽尊 成为废人 怎么会 让我见证一下你能来吧 秦宇 好饿啊 谁能给我送点吃的 嘿嘿嘿 我要吃了你 人类 借你小命迷啊 嗯 嗯 不 不可能 明明已经和凡人无敌 不 不 让我一边 接下来 就让我见证一下 无敌剑狱 到底有多强吧 来 来 圣玄宗五年一次的考核正式开始 一个连圣玄宗的门都锁不了的人 竟我能够重大五家宝层 白墨淘汰 下一个 其后 使用一次断物机会 第五层亮了 身为魔主亲子 纵然第五层又如何 我圣玄宗不受 那叫吉日聚 真的 你让他九层六起了 好的 是的 是的 谢谢观看